就請了禪的生活來讀 然後就很想 看了這個禪的生活讓我震撼 這本書的內容太棒了 你們自己去翻來看 看過的人請舉手這本書 還是不多 這本書很多篇就是這個題目 我們的內容其實我今天都要略過的 那麼讓我震撼原來很多想法我要調整 我要去訓習 這本書一方面疏導人生的苦媚與無奈 並且指出如何達成灑脫自在 激其進取的生活目標 另一方面分等介紹人生層面 鼓勵每一個人都應從禪的修行及體驗中 積極提升身心世界的品質 然後內容裡頭有對一般的禪修現象 還有自處跟處人的態度 做了分析師的說明 禪修不是只有自己用 還要跟別人互動的時候怎麼樣用禪的心 來過禪的生活 那師父的書就是有那麼智慧的善巧語言 讓我們來吸收學習 那所以我非常感動師父這本書裡頭的內容 我就趕快我要去見見這個師父啊 然後呢 打聽一下說師父在美國 因為那時候師父三個月在美國 那我們就等啊 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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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不介紹了 你們去看禪的生活就有了 這個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不想佔戴太多的時間 這是禪的生活的一天 然後呢 等到了 說聖眼師父要回來了 那一天就是哪一天 七十五年七月二十 而且那一天早上師父才下飛機耶 下飛機耶 晚上就講信經 好多人都來聽信經 我就其中跟我們學校的老師一起 我們住的地方不一樣 很殊勝 他們有兩三位是住永和 我一個人是信莊 然後呢 我們每一次都在 國軍文藝中心門口的 二一八站牌碰面 然後就一起上車 坐車到農產廳聽信經 五個晚上 啊 聽得太乏喜了 太乏喜了 所以那天晚上圓滿日 七月二十四號 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就是我的歸一日 我歸一的聖眼師父 在我還沒有出家以前 歸一項目 我天天帶著耶 天天帶著 真的是一種安定的 無限的力量 而且很多居士都這樣告訴我 因為怎麼樣呢 後來我們開始有戶法會要募款 我也常常到居士家中去募款啊 然後有的不是歸一地子 有的是歸一地 有的歸一了 還沒有歸一 之後歸一 他們都說 師父最不喜歡人家說他有神通 可是很多居士都告訴我 師父默默地在照顧他們 其中有一個精裝的信徒才好玩 他的女兒弱智 弱智 低能 就因為親信師父 他的女兒從根本什麼事情都不會做的 要人家來服事的 到後來慢慢慢慢地 各種努力都開始有了 所以我每次去跟他收捐款的時候 他都好感恩師父說 師父 都在把我們照顧啦 媽媽你把我們照顧 因為他比較忙 他要照顧孫子啊 這個女兒能帶到農殘寺 那家裡還有其他的 所以他能去的機會不多 他都怎樣啦 帥老婆該要我帶去農殘寺 給法師們吃 這些例子故事太多了 沒有辦法多說 真的就是信眾的心目當中 師父真的是大家沒有辦法 表達那種感恩感性 師父對大家的照顧 對大家智慧心靈的啟迪開發 那種是最可貴的 農殘寺以前的旁邊就是荷花池 現在農殘寺擴建了 所以這些地我們也把它買下來 以前的荷花池是別人的 將來我們會建一個很好的水月道場喔 農殘寺是很值得我們懷念的一個地方 那這張照片我再給大家看一次 就是那個晚上開始師父講 五個晚上講心經 那我後來知道說師父早上下飛機 晚上講心經 我就很感動 就像在等一下我可能會講到那一段 師父在伯父見館講演講 其實師父常常都是身體有病的 我們都是師後才知道 就像我後來看美好的晚年 我們的開山大典 師父來開示 師父來講話 師父在那裡帶著去開光 接佛慢 整個過程師父表現出來的 是一個有精神的師父 是我們摘養的師父 背後我看到美好的晚年 原來師父是再怎麼樣的一種狀態 他抱病來 可是他沒有讓我們看到 他的那種身體的痛 師父心之不苦的 他的痛 絕對不是我們所能夠想像的 這是師父的夢吧 師父親手寫的心經 那從歸一之後 我就師父又回國了 我們就會 我是隔一個月 因為七月二十五嘛 歸一 然後八月的禪訓班 我趕快報名 知道農禪師就是禪法 師父是有名的禪師啊 我趕快去學禪訓班 學了禪訓班 第三個禪拜 就開始打坐了 那師父那時候每天 每個禮拜天下午 開始是一點半到五點是禪訓工修 後來就改為兩點 因為有的菩薩說 一點半趕來比較趕 後來我們就改為兩點 那師父都是三點講到五點 而且沒有翻譯 早上講金剛經有翻譯 國香法式翻譯 那下午的禪訓會開 全部都是師父一個人講 花的精神是可大的啦 我們聽得是好歡喜的啊 好多文章就是後來都陳書的 書裡頭的 包括像那個 剛剛我介紹的禪的生活的 那個其中有一些篇 就是師父在早期禪訓會的開始 那後期禪訓會的開始的這些文章 也有在什麼禪的書界啊 這些書 那師父的禪訓系列的注重是太多了 我們也是這樣子的 每個禮拜呢 就去聽師父開示 講進鋼筋 然後中午就留在那裡吃齋 那聽完進的時間 我們就到齋堂幫忙撿撿菜 然後呢 我們齋完了 就準備 有時候去也幫忙善後一下 就準備參加產座共修 所以我對在農產室用齋的印象也很深刻 那開始是在那個小齋堂 後來擴建了有大齋堂 這就是後來的大齋堂 我們的農產室的齋堂 五官堂 那師父也有時候就在這裡上課 那我們出家以後 我出家以後早上早齋 師父都在這裡開示 師父真的他的開示 都是那種老婆心切的 因因叮嘱 即使他到最後晚年生病了 一有機會上山 不惜聖的禮拜六禮拜天他會上山 他也找機會要講話 而且後來師父把方丈的位置 已經傳承下去了 師父就我在身中 他不再做方丈的那個 原來他做的創辦人 可以有另外一個位置 他沒有給自己留一個位置 跟身中一樣 兩排 他做在同樣的把師父吃飯的洗味上 師父的那種身教就是一種平等 很注重倫理 這都是很細微的展現出師父的風範 那我們曾經在這邊有一張這樣的照片 所以我也覺得